所謂君子都不立危場之下 我們房屋處負責邪波補藥 當然要確保邪波安全 防患於未然 別以為邪波安全跟地無關 在居民附近的邪波一旦發生意外 都真是可大可小的 你又知不知道 原來邪波和黨賭場 缺乏妥善的例行維修檢查 及例行維修工程 是香港多中山泥傾瀉事故的主因呢 幸好我們有邪波保養管理系統幫忙 這個系統是基於地理資訊系統的電腦應用程式 幫我們輸入、儲存、查詢、分析 及利用地圖 去顯示特定的邪波維修資料及分佈狀況 從而提升定期例行檢查 維修的管理及運作效率 降低山泥傾瀉的風景 簡單來說 它是一個綜合數據庫 有齊全港房屋住 核下多達1700個邪波的數據 有了這些資料在手 維修團隊就可以根據邪波的獨特個性 作出正確的安排 就像醫生有了病人的病歷 才可以對症下藥一樣 醫生救人都分輕重緩急 邪波維修也不例外 我們會率先為年齡越大 越近居民的邪波進行預防性維修工程 就有效提升風險管理 我們深信預防性於治療 這套系統還可以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 將不同類型的訊息 拼到地圖上進行詳細分析 讓我們可以精準地預測到 不同地理位置的山泥傾瀉風險 還可以預覽遺風範圍 大大提高危急應變效率 例如過往的山泥傾瀉 因為很多都是由暴雨 令到雨水滲入邪波 和侵蝕泥土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只要將各區的雨量分布 放在一個邪波的地圖上 就會知道在接下來的雨季裏 哪些邪波較易發生意外 而維修團隊就會重點在這些地方 和各個單位進行全面性的 山泥傾瀉演練及進行預防工作 真正做到未雨籌謀 另外在暴雨過後 例如黑色、紅色暴雨及颱風後 我們都會進行類似的雨量分布分析 以幫助我們安排暴雨後 斜波檢查的優先次序 如果不肯發生事故 我們會透過斜波保養管理系統的 手機APP支援前線同時 讓他們可以更快、更準地處理 突發和嚴重的山泥傾瀉情況 有了這個一站式管理平台 就算是住在斜波附近 都不用擔驚受怕了